以家人之名收官 杨童书回应陈廷人设 谭松运感恩成为李尖尖 以家人之名大结局了 原本40集的剧情被拉长到了46集 还以为是为了讲好结局做普遍 没想到还是那么仓促 拉长的剧情中 月亮的家庭线更丰满了 除了月亮爸爸当了个狠心的恐惧人 月亮和妈妈的转变还是很合情合理的 月亮的家庭更接近大部分家庭 强势的妈妈 逃避的爸爸母强女弱 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 即使剧情拉长了 陈廷反转依然让人感觉到仓促和不自然 杨童书发文回应了陈廷人设 不得不说杨童书将陈廷这个角色塑造得很好 谭松运的发文也让人感动 他正在经历黑暗时期 正好遇见了李尖尖 因此这个角色格外有感染力 在演绎他或者说成为他的那段日子里 他的幸福和乐观都在真实的影响和治愈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